同学们好 从今天开始我们讨论第五章 线性方程组的数字解法 线性方程组的数字解法 内容我们分成两大块 第一大块呢 讨论直接解法 第二大块讨论迭代解法 直接解法 我们分成十个专题 第一个专题 讨论线性方程组的数字解法简介 第二个专题 讨论顺序高斯消炎法 第三个专题 讨论高斯主元素消去法 第四个专题是 高斯捉当消炎法 第五个专题是 矩阵三角分解的存在微信 第六个专题是 矩阵直接三角分解算法 第七个专题是 对称正定方程组的平方根法 第八个专题是 对称正定方程组的改进的平方根法 第九个专题是 三对角线性方程组的追赶法 最后一个专题是 方程组的性态 线性方程组的迭代法 分成六个专题 第一个专题是 线性方程组的 亚克比迭代法 第二个专题呢 是高斯赛德尔迭代法 第三个专题 超松弛迭代法 第四个专题 线性方程组的 一般迭代法的收敛性 第五个专题是 一般迭代法收敛性的充分 非必要条件 第六个专题是 迭代法收敛性的 几个特殊结论 今天是第一课 也就是线性方程组 数字解法的内容简介 在本课阶段的 线性代数课程中 大家学习了很多 关于线性方程组的知识 在专业课程的学习中 相信大家应该了解了 线性方程组 在很多应用领域中的应用 本课程再次讨论 线性方程组 但我们的侧重点不同 我们主要讨论 在计算机上高效的 求解线性方程组的 数字解法 本章我们会用到 线性方程组的 这两种表示 左边称为代数形式 右边称为矩阵形式 其中位置量的个数 和方程的个数相等 我们又假设 系数矩阵非其异 方程组存在唯一的解 由于是利用计算机 求解线性方程组 所以设计算法时 要考虑到计算机的特点 比如 手入乌差 计算效率 存储效率等等 计算机中输入和存储方程组的 增广矩阵 它由系数矩阵和右端向构成 通常把右端向放在增广矩阵的最后一列 存储和输出方程组的解 这里 这里 x1 x2等等只是一组记号 不需要存储 在数值解法中 会对增广矩阵做一些操作 这里我们提醒同学们注意几点 首先 增广矩阵的di行对应di方程的系数 对增广矩阵做两行之换 相当于两个方程互换 不改变方程组的解 系数矩阵的dk列 对应所有方程中xk的系数 对系数矩阵做两列的置换 相当于所有方程中 对应的两项交换次序 也不改变方程组的解 其次 虽然行列置换不影响方程组的解 但行列置换会改变系数矩阵的形状 比如对角阵做行列置换 会变成非对角阵 三角矩阵可能会变成非三角等 最后 在计算机中 一般采用位置量的默认编号 比如x1的编号为1 x2的编号为2等等 如果系数矩阵不发生列的置换 就不会改变默认编号 也就无需存储位置量的编号 最后把解一字存储在 右端向的位置即可 如果发生了两列置换 默认编号打乱了 就需要在计算机中 另行存储位置量的编号 现行方程组的数解法 分两类 直接法和迭代法 所谓的直接法 就是不需要迭代 经过有限部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 在不计舍入误差的情况下 便可得到精确解 实际计算中舍入误差不可避免 故只能求出方程组的金四解 适用于系数矩阵有带状结构 比如三对角结构或者五对角结构 或者是低阶一般来说是千阶以下的 稠密的线性方程组 这里所谓的稠密是指大部分元素都是非零的 在直接法中 我们将讨论高斯消炎法 选主元素的高斯消炎法 高斯约当消去法 直接三角分解法 对称正定方程组的平方根法 和改进的平方根法 三对角方程组的追赶法 以及线性方程组的性态分析 所谓的迭代法 顾名思义就是需要迭代 通常是利用不动点理论 将方程组等价变形为不动点方程 并由此给出迭代格式 选取一个初始点进行迭代 如果迭代收敛 迭代结果满足精度要求时停止迭代 把最后一步所得结果 作为方程组的金丝解 常用于求解 大型的一般是指迁接以上的 稀疏的 也就是零元较多的线性方程组 其优点是速度快 存储要求低 程序设计简单 但也有它的不足 比如说解有误差 需要事先分析收敛性和收敛速度 在迭代法中 我们将介绍雅科比迭代 高斯大德尔迭代 超松弛迭代 以及迭代法的收敛性 好的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